上海市的疫情蔓延到濟南 在30日上午 濟南市报告4名感染者 在前一天通报 从上海返回濟南的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 关联阳性病例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 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多 濟南市9个区的中小学 幼稚园 校外培训机构 启动线上教学 消息传来 濟南市出现的抢菜潮 多个超市以及线上电商 蔬菜被抢购一空 濟南市的市民蘇先生认为 上海疫情风控 造成赛价高得离谱 带动全国很多个城市赛价上涨 福建省南平市疾控中心 发布的提醒显示 截至3月28日 上海本轮的疫情 已经波及20省和80个城市 外日风险大 贵州省贵阳市 也发布一名确诊患者的轨迹 它是从上海搭飞机 里达桂阳 隆栋宾机场的 在机场里面工作的那些 有些被隔离的 机场这边暂时还没有被封 我们都次要密切接触者 健康满黄啊 海南省在30号通报 有两例确诊病例 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一名患者是来自上海 目前海口市 秀英农贸市场已经被封 市场那边就不能营业 他们全部回到里面隔离 苏州市也发现 往返苏州的货运驾驶 蔬菜批发 和关联人员染疫